而在内蒙古,极寒的天气已经造成了当地遭遇了罕见的铁灾,上千万头的牲畜面临这恶死的危险。 那么究竟什么是铁灾呢?铁灾就是由于降雪太过频繁,冰上又结冰,导致了地面冻结如同铁块的情况。 昨天,内蒙古再次遭遇大范围降雪降温,超过两百万人受到影响,上千万头牲畜面临恶死的危险。 据当地牧民介绍,往年虽然也有降雪,但是没有形成铁灾,牛羊能爬开雪吃草,但是今年牛羊什么也吃不到了。 目前内蒙古雪灾面积已经达到35万平方公里,约占全区总面积的30%。 赤丰市西林郭勒蒙部分地区牧草掩埋程度超过了90%,因灾害死亡的大小牲畜约5万头只,农牧业直接经济损失已达6亿元。